我在7月8号的那天晚上 就与一台网约车发生了这个挂承事故 我就在一个双车道上 然后向左并道 我已经并道完成了 然后网约车司机突然间加速 它是一台电车突然加速 撞在我左后翼子版 实际上它撞车的时候 它已经是在双簧线 已经快划过双簧线了 双簧续线 但是交集现场定责的话呢 就是定我的全责 然后说是我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 然后没有确认后方车辆的安全进行变道 然后我就说它已经突然加速了 然后是突然加速过来撞我的 我说我已经并道完成了 我已经是在车道内 它是在双簧线外 然后交警不认可 说是让我提供网约车司机的加速的证据 他说他不会为我调去监控 当时我也没办法 然后最后我就认了这个责任 当时我就报了保险 然后呢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结果在第二天的中午 然后他突然间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说保险公司不愿意赔付那个乌工费 还有运营费 然后我就很纳闷了 我说怎么会有乌工费和运营费 结果它是网约车 它是有运营牌照齐全的网约车 后来通过电话沟通 然后他就说他一天需要400块钱 然后加上他的车是租一个月是4500 只是一个右前一字版 然后他说需要修三天 三天的话按照4500一个月 150一天的话 三天就是450 加上400块钱一天的运营费 一起的话 物工费加运营费一起 一共是850 然后我听到当时我就不乐意了 我就打电话给了一个律师朋友 然后律师朋友说 如果全责是在我的话 对方的营业执照 包括网约执照各方面齐全的情况下 那就是我的全责 我需要全额赔付 他说金额的话 但是可以跟网约车司机去商量 最后我与他电话沟通的结果是 最后赔付700赔付700 然后后来我简单的出了一份 那个协议书 然后当面给到他 然后查验了身份证 查验运营制造各方面查证 以后没有问题了 我就转了他700块钱 那如果碰到我们私家车 然后不小心撑到了 网约车或者第一次 对方要求索赔这个物工费 还有停运费的话 那我来谈一下 我个人的几个的解决办法 前方被车 准备往右边倒 开 后方的出租车 开开开 他们左边偏了地点 故意给别人插上去的 真的是太坏了 来我们来开一下 卖镜头 你看 故意往左边偏 你看出租车 故意往左边打了牌子的 看到没有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台机 沈阳出租车 存在恶意碰瓷的情况 注意看 四坪车要车方位 停车进路边空位 此时剩余一条车道 可以供车正常通行 拉起来这辆出租车 加速冲过去了 铁在了四坪车上 放大点 再看一次 如果四坪车继续倒车 那就全车了 此时两车已经刮在了一起 出租车碰瓷不成 快速离开了现场 四坪车尾部背蹭了一下 出现了白印 出租车算造势逃逸吗 赶快赶快 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走着 那个车 有一个奔驰车 他有很多东西来冲我们 碰瓷的 高速在那个 那个 我们在这个从重化过来管车的高速上 昨天晚上在勇管高速碰到了一个碰瓷事件 我在高速上行驶中 以全车距离过境 我在观察后视镜做出向中间车道变道的行动 在变道的一瞬间 遇到在右侧同样行驶的一辆奥迪A4轿车 在我变道的一瞬间猛然提速靠上来 在我的车右后侧用弹弓击打我的车右后门 然而因为时间刚好是六点半天黑的时候 我因为视野问题看不到后面的距离 以为是发生了碰撞 然而我就随即靠边停车 对方也在我随后 在我车后面随后的靠边停车 对方车辆副驾驶在我下车时 来到我的车后面 并且要求我戴上口罩跟他说话 利用在返回车内拿口罩的时间点 用东西或者工具 在我的车右后门划了一条痕迹 我随即戴上口罩 并且打开手电筒 观察确实有一道痕迹 也确实认为是我变道 并且碰到了对方 准备跟对方交涉 然后对方却降下车后排车窗 并且告诉我里面有老人 让我先道个歉 我乍一看后排坐了两个男子 并且抱着方方正正的骨灰盒 我心慌的以为自己是放了忌讳 碰到了这个骨灰盒 随即连忙也是道歉 接下来对方说碰到他的后视镜坏了 说他现在赶时间 要送老人回家怕耽误了时辰 说着收着京东的后视镜链接 给我看了一下价格 三千六 并且让我转给他 我一看 我觉得我跟他说 我觉得应该先报警 然后我再报一下保险 对方却说 不要耽误 我送老人回家的时辰 说并且我不差钱 让我发个红包给他 就当是图个吉利 随即我看对方 也是挺好说话 并且在高速上待着 时间长了也挺危险 并且就答应给他388的红包 在事情过后呢 我百般思考也觉得奇怪 随后在抖音上 搜索相关的这一类碰瓷事件 确实有看到这一类的 骨骑和碰瓷事件 我发这个视频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对这一类碰瓷党 有一些了解 今天呢 是从珠海去佛山 在准备一下高速的过程中呢 从右侧变道 然后突然听到我的车 一声响 然后我就以为是碰撞了 然后接着就靠边 在应急车道停 然后有一辆白车也在我前面 但是我还没注意到它 然后我在应急车道停了下来的时候 同时它也停下来了 这是我查后面的行车记录 才查到的 这个时候停下来以后呢 我看了一下我的车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后面停了一辆奔驰 然后下来了一个人 他呢 就去检查一下 我的车的时候就说有划痕 但是我看一下 确实有一点划痕 我又没想那么多 往后去看的时候呢 它的后视镜是有破损的 但是我以为真的是碰撞到了 然后呢 他并且说你赶紧去拿口罩戴着 然后我又拿口罩戴的过程中的时候呢 走过来他跟我说 他说后面有一个人抱着的是骨灰盒 让我给老爷鞠躬 说对不起 然后我就按着他说的做了 接着呢 他就说 你干脆买回一个后视镜寄过来给我吧 我说可以啊 那加微信 他说我们赶时间 天亮之前老爷就要下葬了 下葬了 然后呢 就叫我尽快处理 他找了一个京东的图要2000多 我说那就走保险吧 他可能听到说走保险 他就急速的说 那我赔一半 你赔一半吧 我就再画一半